不曉得观众朋友是不是曾经有收到公文的经验呢 不过有的时候您可能没有办法确定 是不是真的由公家机关寄来的 而且内文也是看得不撒撒 究竟该怎么办呢 我们带您看看新北市新庄地震事务所 特别拍了一支宣导短片 教大家简单判读公文 希望帮助民众万一收到公文如何辨别真假 或者再看不懂这个公文时又该怎么办 其实民众千万别担心 这支影片可以教大家轻松解答任何疑惑 因为我们外面的假冒的案件很多 一般的民众他也看不懂 这个是不是政府部门发出来的公文书 尾帽户籍 印鉴证明书 还有权状的部分 另外一种是假冒公家的公文书 那我们针对了这个我们拍的一系列的影片 教大家如何去辨识这个公文 新闻媒体时常报导 有民众收到假冒政府机关首发的公文 遭到诈骗的案件层出不穷 对于地震所以前显异动的图文 并搭配生活化的用语 为大家清楚做说明要如何确认公文的真伪 民众看了影片之后评价很高 我觉得新中地震这个影片 他有跟我们说就是公文要怎么查证 真的很棒 而且它里面的用词啊什么都很浅显易懂 不像一般的公家影片这么的就是枯燥乏味 我觉得真的很创新 他们刚给我看那个YouTube影片 这个影片可以就是教我们说 怎么样去查证公文的真伪 那这个因为对民众来说 有时候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所以有一个地方可以查证 那可以让我们感到很安心 如果民众想进一步了解 今天你可以到地震所的YouTube影音平台 越南务实地震系列影片了解相关资讯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